继王鹏馆长主动请应赴美照顾美乡一家 格力集团申请任养小奇迹再度传来好消息 近日格力官方在回复粉丝消息时 透露正在申请任养大熊猫小奇迹 此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大批猫粉的关注 直言如果任养成功 自己以后买家电认准格力了 相信不久之后小奇迹就会有金主爸爸 而他在孟非斯的生活也能因此得到改善 此前小奇迹因太过饥饿暴躁了两小时 13次进入水池讨好游客都换不来吃的 可以说小奇迹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无论是国人还是原方都心知肚明 可即便如此 小奇迹对待妈妈却懂事到让人心疼 当努力表演的他获得一根大号损后 小奇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隔壁饿肚子的妈妈 由于两个院子中间的大铁门没有开启 他趴在门上向工作人员哀求了许久 等到门打开后小奇迹立马冲向园内 看到饥饿的美乡正趴在地上吃草 他心疼地走上前 谁料警惕性十足的美乡察觉异常后 立马挥舞着熊掌往后打去 差点误伤到自己的孩子 最后小奇迹不断用头推着妈妈 将他带到了大号竹笋跟前 但美乡拿舍地吃掉着来之不易的美味 只见他将包好竹笋后直接给了小奇迹 自己慢慢吃着地上的笋皮 之后两熊坐在一起吃竹子时 美乡的抑郁症突然发作 痛苦不堪地他抱着脑袋哀嚎 甚至想咬手缓解疼痛 一旁的小奇迹察觉到妈妈的危险想法后 立刻将手放到他面前 宁愿妈妈咬自己也不愿看他自残 看到美乡情绪稍微缓解 小奇迹一头扎进妈妈怀里 仿佛在说不要再伤害自己了你还有我 母子情深的一幕 不知让多少网友兴奋泪物 而同样都是被深情任养的大熊猫 童笋的福宝生活的就十分幸福 两位爷爷对他简直就是宠到了骨子里 在爱里长大的福珠珠可以肆意调皮 他会捣蛋地咬住妈妈背后的毛毛 爱女士发现后刚想教育熊孩子 江爷爷看到后又立马替大孙女说好话 而手工达人宋爷爷会给福宝做好多玩具 有坐上去晃晃悠悠的木马 也有自拍专用竹子眼镜和手机 两位爷爷尽自己所能给的福宝一个幸福的童年 甚至连纪念日都是暗天过的 不由地感叹 如果小奇迹遇到的是江爷爷送爷爷 那他的日子该有多幸福 期待格力能够成功任养小奇迹 让他早点过上好日子 盘点熊猫圈的那些显眼包老光棍 金虎13岁竞技之恋 由于老爹是大众熊玲玲 导致金虎一出生遍地都是亲戚 一大把年纪了还没找到另一半 想当初奶妈好不容易替他安排了断婚事 找到普伐银行家的大小姐普普跟金虎相亲 可没曾想新婚一夜前老婆变老体 原来普普从始至终就是男熊 只是被不小心弄错了性别 事发后大胡子整日参产打坐 再也不过问红尘俗事 沈阳动物园未表歉意 还对普普进行了批评教育 希望他今后的行为举止阳刚一顶 萌萌的三个闲眼包儿子 萌大十岁雄界大直男 萌家大阿哥凭实力单身 隔壁小白天主动是爱背对着他做了多久 但萌大一心只想着玩手里的破目头蹲 大哥快给我按摩 妹妹你想多了吧 只能说这小子真的是凭实力单身 萌二十岁飞云飞闻男友 两熊有着同款仓鼠脸夫气象十足 并且一个是力量萌妹一个是力量男孩 只可惜秦岭甜美熊飞云不参与繁韵 萌二到现在都没有寻到家雄 萌萌八岁阳光开朗大男孩 北京二环内独居豪华别墅 专享户外草坪小花园 就萌萌这条件放在上海乡青角绝对是个抢手活 但他却一直沉迷于把北洞干上市的宏图大致 翻墙越鱼挖地洞拆家饭二养麻雀 每天不是在整活就是在整活的路上 虫洞一岁的余爱都已经是爱姐了 八岁的萌萌却依旧想当个宝王 也难怪北洞太子妃小白天会看不上她 奥利奥11岁挖梅集团总裁 小小年纪就和同父异母的妹妹袁润苗苗 成立了奥式煤矿集团 但集团创业之初资金十分匮乏 三位股东只能亲自下矿挖梅 而经过三位创始人多年的艰苦奋斗后 才有了现在集团的规模 如今联合创始人陈元润女士和焦苗苗女士 早已退居二线结婚生子 集团大小事务全都落在了奥总头上 整天忙得跟个陀罗式的压根梅空谈恋爱 以至于到现在成了万年单身熊 五一17岁绝情谷谷主 想当初海归大熊猫美兰 因长相太过好看 被误认为是女权 基地一口气挑选了八位英俊男熊相亲 英高颜值或外号五彦祖的五一就在其中 并且这小子对美兰一见倾心非取不可 谁让美兰对他们这些帅熊根本不来电 经工作人员检查后才发现他被搞错了姓李 五一得知后悲痛欲绝从此封心所爱 迄今为止依旧单身 而同样被美兰雾终身的还有17岁的元晓 这小子长着一副凶神恶煞的脸 看上去就像是家暴熊熊 但其实小小的内心超级温柔 想当初还因听八卦就被无情扒了毛裤 这段黑历史时不时还在网上疯传 不知一众女熊是不是因为这被直接劝退 而网友们还知道哪些熊猫界显眼包单身汉吗 那些背后有金主爸爸的大熊猫 你认识几个呢 首先是财法长公主福宝 背靠三星集团一出生就成为正式员工 并且凭借超高人妻一小时狂赚70万 要知道三星集团一小时才到手140万 这下福宝招财猫的特质再也压制不住 目前周大福正在努力申请任养福朱朱 有了金主爸爸的撑腰 相信福宝回国也能过得很好 前段时间美帝官宣任养于可于爱兄妹俩 一位是虫洞有名的大姐大 一位是让人无法拒绝的妈宝兄 不得不说美帝是真的有眼光 同样被任养的还有巧克力熊七仔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只被圈养的棕色大熊猫 早在2019年七大爷就被世界熊猫组织任养 前不久博获品牌红星尔克又官宣终身守护 这小子真的是傻熊有傻福 地主家傻儿子再也不用担心破产了 五十亩竹林可尽造蓬蓬奶要陷阱的 不过七大爷还是先考虑如何制服 老丈人阿宝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吧 此外还有北洞大队长古大爷 被中国移动领养并取名为全球通 原来古古才是北洞的隐藏大王 只能说惹谁都别惹我们古大爷 小心这老小子生气直接把王给断掉 而顶流明星花花小叶子姐弟 则是出生两个月就被广东私宝不锈钢认养 并取名为私宝和叛傲 姐弟俩摇身一变 成为不锈钢公主和不锈钢小少爷 就是这俩名字怎么听着像买一送一 不过最离谱的还当数 为了干饭长800个新颜子的二狗 不仅扫光了自己的饭还帮花花扫光 谭爷爷都说不敢给花花喂太多 怕二狗被撑死 也正是因为太能吃备饭扫光集团上门认亲 就这样二狗成了名副其实的饭扫光加千金 还有澳市煤矿集团老总奥利奥 英语做饼干的奥利奥企业崇明直接被认养 创业初期由于资金不足 奥总每天都是亲自带着两个妹妹下狂 后来公司越做越大招收了不少优秀员工 其中年度优秀员工当属金销和金都督 金销是工商银行的大小姐 而金都督则是被中国金币总公司任养 虽然被靠金主爸爸但还都没逃脱打工的命运 真正全是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除此之外被任养的还有奔驰家的大小姐心安 过的是一来伸手犯来张口的神仙日子 还在立阳拥有万亩珠海妥妥一只白富美雄 而阳光开朗大男孩萌兰就不一样了 直接霸气反向任养北洞 有消息车门门已经掌控北洞51%的补权 还试图用北洞5块钱的门票将其干上市 生动诠释了我不入豪门自己就是豪门 而网友们还知道哪些大熊猫被任养了吗